天气冷蔬菜价格往上标 而其中高丽菜涨幅最大 比起两个星期之前 几乎是翻了一倍 上个月这个平地的一斤才在卖十几块 可是今天已经到三十几块去了 这颗高丽菜要价85元 价钱几乎是两个星期前的一倍 家庭主妇直呼又变鬼了 受到天气湿冷的影响 蔬菜生长速度慢到货量难以增加 供需不平衡价格才会一直上扬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 其实不止高丽菜 最近叶菜类产量都减少 每公斤平均售价比起上个月涨了十块钱 因为菜价上扬 当最近云林西螺果菜市场就发生蔬菜被人偷走的情形 就会像这样的蚝油盆盖 中盘商过去为了方便将大部分的蔬菜先囤积在这里 等到隔天再来卖 这几天却发现许多高丽菜花叶菜都被偷走 果菜市场人员表示 为了减少果菜市场的窃案将会增加巡逻人员 也呼吁盘上汉农民要特别注意雇好自己的果菜 而菜价是否在农历年前回稳 还得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记者综合报道 土地征修条例修正案 在国民党立院党团元素优势之下三读通过 而包括了农民和学者专家 长期推动的民间版本却被排除在外 学者痛批 土地征收的公益性和必要性 完全都交由政府来裁决 连特定农业区都可以被征收 农民团体下一步要在各地来办论坛 串联全台湾的民众 而另外学者也担忧 新版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 将会产生更多的争议 土地征收条例13号晚间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因为和农运团体要求的完全补偿原则 以及必要性评估标准还有差距 在立法院外抗议一整天的农团 当场稍指钱表达不满 甚至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而长期推动民间版本的学者也用痛心来形容 学者指出官方版的土征条例修正案 只把征收的公告限制改成试价 其他的根本就是现行的规定 而征收土地牵涉到人民的财产权也就是人权 征收土地的公益性和必要性在新版的条例中 却完全交给政府来裁定 比如说一定要公共利益的前提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一定要有必要性 第三个一定要比例性 但在这一部分政府几乎是大高空 学者指出从竹南大浦 湾宝 新北市巴黎 到处都有土地面临征收 新版的土征条例修正案 甚至将特地农业区也让入征收范围 土地财产面临威胁的农民三度走向凯道 两度业宿总统府前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却动用人数优势通过官方版本 下一步将在各地办论坛 串联全台的民众 学者担忧 新版土征条例修正案排除人民的新生 将会更进一步激化社会对立 产生更多的争议 记者欢迎入谢奇文台北报道 继续再来看 台北市地震处公布了明年 台北市土地限职和公告地价 结果新光摩天大楼 土地限职是每平四百万两千多元 第十四度蝉联帝王 新光三月摩天大楼仍然蝉联帝王的宝座 台北市地震处上午公布民国一百零一年 台北市新光摩天大楼 土地限职每平突破四百万元 达四百万两千三百五十七元 比去年上涨百分之九点三七 因交通位置便利 十四度蝉联全国最贵的土地 他是刚刚在火车站附近 他所谓交通机能 非常的方便 而且现在有西万地万的双子性大楼 也要盖起来 然后到机场的捷衣区 也要从那边出去 所以那边的交通是最方便的地方 台北101大楼公告土地限职 每平三百七十三万两千两百三十一元 这是台北市的地后 而台北市出现了黑马 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土地征收 因从农业区转为住宅区 使得北投区地两百三十七 至六号地价区段 地价上涨幅度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七一 这位台北市区段地价上涨的第一名 去年的两万三千一百元每平方公尺 今年调为六万六千元每平方公尺 等于是每平二十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二元 上涨是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七一 尽管土地价格屡创新高 但不动产买卖成交量 却受到奢侈税和欧债危机的冲击 市场变数增加 其中今年七月到八月成交量 就比五月到六月再下滑两成 尤其是八月建物移转动数 更是创下九十八年二月 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 记者石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工作有关的手语 这家公司声声管道是否畅通呢 手语的结构是 这公司进入工作 未来声迁行吗 声迁的手语是将一手打开 每根手指代表一个位阶 而另一手则是由下往上 做出声迁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这家公司声迁管道 是否畅通呢 你懂得不报道吗 是否确认 你懂得不定 对行为我们做过一个 人在这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